但您看到政治的消息 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 15号成立竞选总部 现场涌入了超过4000位的支持者几包会场 而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总统蔡英文 一同到场替林佳龙站台 蔡英文表示 林佳龙的政绩大家有目共睹 强调不要相信来路不明 或来自对岸的假消息 影响台中大团结 来自达官部落的原住民 带来传统舞蹈歌曲 为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竞选总部成立 揭开序幕 展现大团结 民进党主席兼总统蔡英文 跟立法院政府院长都到场正台 而在现场涌入超过4000位的支持者几包会场 而立体台中市长林佳龙 不论选战再怎么激烈 不管对手再怎么抹黑 我们对佳龙有信心 因为挺佳龙 就是挺台湾的民主的选举 大家说对不对 我们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抹黑 而丝毫减损我们的尊严 反而对手失去了人民对他们的尊敬 我们应该从这里 就是一起让台中 这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城市 让这次选举能够进入一个崭新的未来 针对蓝营以大理山后永惠的海陆大餐抹黑 蔡英文要选民不要相信蓝路不明 甚至是大陆对岸的假消息 来抹黑台湾民主价值 并表示挺佳龙就是挺台中挺台湾的民主制度 而另外信场也肯定夺与托老一条龙 以及绿川柳川整治 未来中央还要跟台中合作 利平第一 過去幾年來 我們台中的改變 大家都看得到 經濟有發展 優質的就業機會 越來越多 社會福利的政策 也越來越完備 做一個嚴任的市長 他只要拿出政績來 就是 我們再四年 打造 進步的台中 我相信八年的奠基 將會帶來百年的龍景 會讓我們的下一代 一起 以台中為龍 迎接台中時代 蔡總統跟立法院政府院長 最後更呼籲選民用選票 給認真努力的人一個公道 讓林佳龍可以順利連任 讓台中繼續的進步跟改變 設立將台中採訪到